你没想到吧 李自成李闯王在明朝时是一快递小哥 明末的时候在延安的驿站当一一族 后来整丢一快递 被炒鱿鱼了 一时间走投无路就接纲而起 不成想还灭了大明王朝 关于古代快递的记载 我们比较熟悉的应该是 一记红尘 妃子孝 无人知识 立之来 这唐玄宗的凶爱撒狗粮的方式 无人能比吧 其实有关最早快递绘画记载 可以追溯到1800年前 就是这个甘肃省博物馆 魏晋时期的画像砖 意识图 这上面画的就是我国最早的快递小哥的形象了 你看他左手举着文书 右手握着缰绳 小马奔跑的尾巴都飘起来了 描绘的是一小哥正在运送以紧急切机密的文件 为什么说是机密呢 你看快递小哥的五官商是不是唯独缺少了嘴巴呀 以此来说明了新建的机密性 这个画像砖和牧师壁画被统称为地下画廊 具有很强的历史文化价值 比如很多绘画作品的端带都是通过地下画廊的作品来考证出来的 前面视频的北极教书图就是个典型的案例 因为绘画呢很多都是后世模本 在临摹的时候画家呢会或多或少的加入当时的一些艺术创作 比如服饰家具会增加断带的考证难度 画像砖和牧师壁画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这个快递小哥现在可不简单了 以他的原型发行的有意识图的邮票 还有制作了这个邮政储蓄卡等等 当时画这个画的人说什么就没有想到这样的结果吧 那古代快递究竟能跑多快呢 史料记载秦汉时期最快的文件叫马上飞地 每天是300里 唐宋时期开凿了运河完善了驿站 可以每天达到500里 这是最快的速度了 南宋皇帝宋高宗在1141年的时候 一天发了12道金牌 要找回正在前线打仗的岳飞 这里的金牌指的就是军事上的最紧急命令 也叫御前文子不得入铺 就是送信的快递小哥起码快到驿站的时候就开始咬铃铛 驿站那边的人听见了 赶紧牵马出来在路边等着 沿途做到换马不换人 一路风驰电驰 就业不停 这样才能达到日行500里 可能你会说了 电影里不经常有什么800里加级吗 其实这是个误解 古代的计量单位和现在有所不同 比如以前的一里其实大概是300米 所以史记中记载的千里码可以日行千里夜行800咯 另外古代的时候也有冷链运输了 明代余慎行的诗句 大概的意思就是夏季的时候运送到长安的水产品还带着冰茶子呢 是不是很牛啊 为我们古代人的智慧和快递小哥点赞吧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是华小二 点赞关注 了解名画背后的故事